打開上一測筆記,我們接著上一測課程繼續往下走 在上一測課程當中呢,我們跟大家談談到什麼 行政訴訟法,行政訴訟法 這屬於行政訴訟,行政法當中最大也最不好學的單元 然後第一個,我們跟大家進入第一個訴訟主體 來複習一下吧,訴訟主體第一個 第一個訴訟主體,行政法院 第一個訴訟主體是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跟你談談什麼,行政法院審判權 跟你談有一個Q叫做,行政法院對核種事件具有審判權限,對不對 原則上,行政法院對於什麼 原則上,行政法院對於公法上的事件具有審理權限 另外呢,公法上的正義事件不屬行政法院管理 限選交涉,國刑公率制,扣掉交通裁決事件 第二個,跟你談行政法院的管轄 管轄權的部分,我們分成普通審判期和特別審判期 普通審判期採取以援救備原則 如果今天是有什麼 如果今天你要告公法的話 就去他的公務所所在地 你要告自然的話,就去他住居所地 然後如果今天特別審判期的話,有幾個 第一個,不動產事件 如果是不動產的,徵收中用不用 專屬不動產所在地的法院管轄 如果其他不動產事件都由不動產所在地的法院管轄 再來,公法上的 公法上的什麼 植物關係事件 有什麼 公務員植物關係所在地的行政法院管轄 第三個,公法上的保險事件 原告,可以有什麼 要看原告是誰 原告如果是被保險或受益的話 可以有被保險或受益有什麼 住居所,對不對,還有什麼 有被保險的什麼所,住居所,還有哪裡 噢,忘了嗎 職業所在地吧,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被保險的是投保 原告是投保單的話,可以有什麼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這些是 特別要注意的 然後我要請注意的是 那個不動產的部分打型號 那個已經有看過考出生論題了 不動產的管轄 因為他有專屬管轄 所以我們已經看過有考出生論題了 好,那談完了這個部分之後 上一次跟你也談了什麼 回避 回避的部分比較沒有什麼 好,那行政法 第一個訴訟主題 行政法院就談完到這邊 第二個,當事人 好,第二個是當事人 好,第二個是當事人 好,來 就當事人 就當事人的部分 就當事人部分 來,第一個 好,當事人我們跟你談 我們照條文的順序來 第一個我們跟你談當事人 好,當事人能力 好,當事人在訴訟上的資格或地位 好,當事人能力 第一種能力 好,第一種能力 當事人能力 第二種,當事人事格 第三個,訴訟能力 好,當事人能力 當事人事格 還有所謂訴訟能力 好,我們跟你談這三個 好,來 當事人能力 什麼叫當事人能力 這個概念在行政程序法也有 指的是 具有作為什麼 具有作為訴訟主題的資格或地位 好,這種 具有作為訴訟主題的資格或地位者 我們就這樣叫做 具有什麼 當事人能力 好,那請 那誰具有作為訴訟主題的資格或地位呢 請大家看到 行政訴訟法第22條的部分 我們看22 22條告訴你 自然人 法人 莊惡或地方機關 以及非法人團體 畫起來寫1234 這四種能力 有當事人能力 可以作為訴訟主題 可以成為訴訟法上 各種法律效果的歸屬對象 可以嗎 好,那這是我們的部分 然後主要或地方機關 你旁邊寫 內部單位打X 內部單位 沒有當事人能力 好,提醒你 好,內部單位 沒有辦法作為訴訟主題 好,那你注意下23齁 訴訟當事人則是 1.原告 2.被告 以及什麼 依照41條 42條規定 參加訴訟資人 把那個41條 42條畫起來 41條旁邊寫 必要參加 42條旁邊寫 獨立參加 141條 必要參加 142條 獨立參加規定 參加訴訟資人 參加訴訟資人 旁邊寫44打X 旁邊寫44 輔助參加打X 輔助參加的人 參加訴訟之後 他不會變成當事人 只有必要參加人 獨立參加人 他參加訴訟之後 他會成為本案的當事人 好嗎 好 那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當事人能力的部分 來 接下來 請同一看一半 當事人四個 當事人能力則是 可以作為訴訟主體 那可以作為訴訟主體的 之後呢 還要具有當事人四個 就是在本案當中 他適合作為原告和被告 那這邊 我們行政訴訟談的是 被告四個 在一個訴訟案件當中 誰適合當被告 誰適合當被告 被告四個 也就是說 這個具體的分身事件 在誰和誰之間解決 會具有 才會有實意 才會有實意 這叫做當事人四個 當事人四個 好 那我們行政訴訟法 談的是 談的是這個 被告四個 被告四個 好來 被告四個的部分 第一個 當你起訴要告 當你要起訴訟的時候 你要去告誰 好你要去告誰 來 第一個 好 第一個你要去告誰 要看你是金 好 要看你 來 請要去金是住院程序的行政訴訟 好 經書院程序的行政訴訟事件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行政委託事件 好 行政委託事件 分成這兩個 好首先 如果 如果你是 好如果這個案件 是一個經訴院程序 才可以提起的行政訴訟的話 好 如果他是一個經訴院程序 提起的訴訟的話 來 注意齁 他的被告 如果今天訴院是駁回 好 駁回處分時 我們以什麼 如果今天訴院決定是駁回訴院的申請 駁回處院時 我們以原處分機關 好 原處分機關 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駁回訴院時 我們以原處分機關 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駁回訴院時 原處分機關 第二個 撤銷或變更時 好 為撤銷 或變更的機關 好 如果今天訴院決定 好 如果今天訴院決定 好 是去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的時候 我們以撤銷或變更的機關 駁回訴院時 原處分機關 駁回訴院時 原處分機關當被告 駁回訴院時 原處分機關 駁回訴院時 然後如果今天 受理訴院機關沒有駁回 他判訴院人 撤銷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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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處分的時候 我們以撤銷或變更的機關 駁回訴院時 我們以原處分機關 然後撤銷或變更 我們以撤銷或變更的機關 當訴院管的機關 好 這是行政訴訟法24條規定 來 我先帶你看條文 然後我跟你舉兩個例子 來 先看到行政訴訟法24條 考試的同學 你要花時間 背一下這個條文 來 行政訴訟法24條告訴你 聽訴院程序的行政訴訟 其被告為下列機關 來 被告機關號起來 1 駁回訴院時 畫起來 原處分機關 2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時 畫起來 撤銷或變更的機關 好 駁回訴院時 指的是人民提起訴院的時候 誰 人民針對行政機關 行政處分不補 他就去提起訴院 上原處分機關 上一機關 那如果原處分機關